下面我们来讲述一下套三钉措层框架的主要材质的调制 首先我们将微锐渲染器指定为当前的渲染器 按下M键打开材料编辑窗口 那么我们在键模型的同时呢 第一个材料呢我们已经付给它了 直接在这个机窗我们调就可以了 指定为微锐材料就可以 好那么将这个颜色呢改成这个比较简单一种方法就可以了 其他的我们就不需要去调了 好可以通过这个材质名称选择 将所有的这个墙面选这个这些选择 那么在这个天花的位置呢 我们是用来这个调整这个灯茨的材质 也就发光的 好我们就不需要再去设置灯光了 好微锐这个灯光材质 那么将这个发光呢设置为3 颜色呢可以带一点黄色 好将这个灯光材质呢 我们付给这个 天花上面我们制作的这几个面 好 还有这些 我们通通的把它们选择上 可以看一下 在这里选择 好 可以看一下 这些呢应该说都是一个灯茨材质 我付给它就可以了 可以看一下 那么这个颜色呢可以再稍微暖一点 好 那么这个材质呢我们调好了 再来调一种材质是这个壁纸 好这个壁纸呢我们直接把它复制 复制一种就可以了 好 明明为 壁纸 在漫射当中呢 加一幅这个壁纸的贴图 好 修改这个模糊呢为0.5 返回上去 那么 在贴图通道的这个当中呢 将这张位图 复制给这个凹凸 可以了 那么将这个壁纸呢 我们复给这个 好 其实我们在建立模型的时候呢 由于不忘了制作 就是 它的T100呢 我们没有制作 现在呢可以把它做出来 好 将高度为 100的位置 剪辑一个平面 那么在这个挫层的地方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上方呢应该也是有一个 提摇板的 好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 我们再来增加一个段数 那么这个呢 就应该说是一个 460的位置了 加上地台 看一下 在这个上面 有一个 提摇板 好 我们还可以呢 将这个 使用几出呢 把它做出一块 立体的效果 这应该是 8 就可以了 有一些呢 我们看不到呢 就不需要去制作了 好 其他的先不要管他 那么我们将这个 壁纸呢 附给这个墙体 附给他们就可以了 那么显示一下文理 为这个墙体呢 添加一个UVW天图 勾选双方体 好 现在呢 我们调整一下 这个文理的书密 将这个长和宽难 通通设置为 一千左右 就可以了 好 那么这样的一个文理 稍微密一点 这个条文 再次右击转换成 多边形灭灵 再看一下 那么因为这个墙体 和地面呢 是一体的 所以呢 我们在敷材料的时候呢 可以 可以把它分离出来 也可以 都可以的 好 下面我们来调整 这个 轻石板的材质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呢 在客厅里面 还有这一部分呢 都是轻石板 那么上方这呢 是大理石 那么 没听的这地方呢 是一个 大理石地花的材质 我们先来 这个 好 直接把他付这个 可以了 直接 名字修改为 轻石板 好 替换这个贴图 找这个 轻石板的贴图 轻石01 就可以了 好 那么 这些呢 我们都说 按照这个刚才的 数字就可以了 把它 将它替换掉 再也呢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这个轻石板 应该有反射 在反射里面 添加 衰减 那么这个颜色呢 同样 调一种这个 比较暗的 这个蓝色 那么衰减类型呢 同样选择 非尼尔反射 就可以了 反过上一节 勾弦 这个 高光光子度 设置高光的光子度 为0.85 左右 那么光子度呢 也是0.85 这一光子度呢 主要是负责这个 反射模糊的数值 好 既然这个调好的 轻石板呢 我们敷给这个地面 看一下 下